歡迎來到長春養生密碼單元 罹患糖尿病的人 真的必須要跟美食大餐說拜拜嗎 血糖又該怎麼好好控制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台灣預防保健協會 藥協碩士理事長 趙順榮 趙理事長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理事長好 神秘早醫師 用藥問是藥師 大家好 我是趙醫師 好 有糖尿病的人都希望 可以把這個血糖好好控制下來 不過我們難免就是外出會吃大餐 聚餐什麼的 大餐在所難免 有的人就想說 我罹患糖尿病了要吃大餐 吃大餐之前 我趕快補一顆這個降血糖的藥 這樣是可以的嗎 好 我想很多的專家 往往以前都會特別引導 什麼糖分 什麼都不能吃 糖尿病 你什麼都不能吃 我想世界是美好的 那你只要少吃就可以了 今天我們來把這個議題打開來 我們來探討一下 剛剛主任特別提到 如果吃大餐前 藥不要補糊 增加一顆 對 那千萬不要 這個有如是一個波浪 海波浪一樣 一波一波接著 因為造成所謂的高低波 因為自行加減糖尿病藥 就造成所謂血糖 負高負低 就如如我們在海邊看海浪一樣 它一波一波接著打到堤防 這個一波一波血中濃度高的時候 打在我們的細胞壁 血管的細胞壁 造成細胞的一些損傷 細胞壁的損傷 那這更嚴重 所以絕對不要因為你今天要吃大餐而吃一顆 這絕對沒有人教你這樣做的 這要是血糖的控制不得已 控制血糖控制不好就造成 很容易造成病發症 這病發症事實上是包括結肢 包括黃斑病變 眼睛的四網毛病變一樣會造成眼瞎 所以很多糖尿病 很嚴重 糖尿病患者眼睛瞎掉的比例還蠻高的 所以個個不要 因為它長期泡在水 它的很多細胞很多東西 是泡在血糖裡面 血管的血糖裡面 所以造成你糖分太高 造成這些損傷 包括所謂的神經系統一樣要結肢 因為它泡在水裡 泡在糖裡面 我們是泡在血液裡面 它是泡在糖裡面 所以這非常恐怖的 所以你不要自行加減藥品 絕對不行 維持血糖的穩定是非常重要 對 對糖尿病患者來說 運動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些狀況 也是要特別小心的對不對 對 因為根據統計 台灣大概有100萬人 是糖尿病患者 也就是說40歲 平均有100個人 只有9個人是糖尿病 所以糖尿病為什麼會這樣 差那麼的高 肌高 包括十大死因 也排行糖尿病 也排行第五 十大死因 那往往是因為生活環境太好了 太優雅了 多吃 少運動 那今天談到運動的部分 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運動在流行病血裡面 已經發現到 它規律的運動 可以強健身體 包括降低血糖的部分 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們如何預防跟控制血糖 控制糖尿病 我想這個是主要運動 非常重要 對 那運動往往在事前要做一點功課 第一個要先看天氣 如果你要室外 一定要看天氣 如果今天太冷太熱 我建議糖尿病患者 暫時不要外出 在室內運動 那運動之前要先量血糖 要測心電圖 所謂用血壓劑量一下 那這個有沒有規律 如果這樣OK的話 包括你的血糖 如果偏高280以上 高的280 低的那個80 就不建議 那天就不建議運動了 不建議運動 所以想要運動 但是有些狀況 你要先自己評估好 對 如果真的是不適合的話 就是不建議運動 如果你剛剛感冒在當中 或者血壓太高了 或血糖太高了 這時候都不建議 不建議運動 所以不是說想運動就運動 那糖尿病患者運動 必須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你在飯前15分鐘 必須吃一點東西 維持活力 維持體力 甚至這樣 這樣才不會有耐 比較不容易餓 因為糖尿病很容易餓 很容易餓 所以你要吃一點東西 15分鐘前要準備 吃一點所謂的優格 包括所謂的 可能香蕉也可以 簡單的食物 簡單的蘋果 或者是所謂的運動完 運動完它血糖會偏低 這時候要稍微量一下 那運動的最主要種類 就是所謂的一般 不要去快跑 千萬不要快跑 你可以慢走 包括游泳 宜家 甚至打打太極前的部分 快走 慢慢走都可以 這樣運動 負重運動 什麼叫負重運動 不是要你去擠啞鈴 躺那邊患者 絕對不能擠啞鈴 不能擠重 因為它叫你四網膜出血的部分 這因為它比較脆弱 所以絕對不建議 像年輕人去擠那麼重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是所謂的負重 什麼叫負重運動 走快一點就叫負重運動 所以不要去做一些激烈的 太激烈的就不建議 對 太激烈不建議 騎去腳踏車都OK的 是 為了維持好好的血糖 信心 耐心跟恆心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謝謝理事長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更多健康資訊 也請您掃描螢幕上的QR Code 會有更完整的內容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再回來